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ath学院推出的Android的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Android的5.0中的系统空间CardView实现卡片效果 在Android的5.0之前 如果我们想实现卡片效果 通常是借用第三方的空间 在Android的5.0中新增了CardView这样一个系统空间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卡片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 我们要编写的视力程序的运行效果 本节课我们要编写一个这样的视力程序 在页面中只显示一个简单的卡片 这个卡片的四角都是具有圆角的 而且卡片的中心显示一个文本 HelloCardView 在官方文档中只介绍了如何使用Google的Android的基层开发工具 Android Studio来使用CardView 本节课我们向大家介绍 如何在Eclipse和ADT中使用CardView 在编写视力程序之前 我们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最主要的是建立一个Library Project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一步步的建立一个Library Project 第一步我们要通过SDK Manager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Android的Support Library 我们打开Android的SDK Manager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Support Library 我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Android的Support Library 最新的版本是21.0.2 下载完之后 我们要打开这个目录 SDK Extras Android SDK Extras Android M2 Reportory Com Android Support CardView-V7 21.0.2 打开这个目录 第三步 我们要将这个目录中的.ar这个文件 重命名为.zip 我们拷贝一份吧 然后粘贴 将扩展名改为zip 第四步 第四步是将这个zip文件解压 第五步是将文件夹 解压后的得到的文件夹中的classes.x 重命名为cardview-v7.x 再接下来我们要新建一个library project 它的packs name为这个最小的required的sdk和targetsdk的版本都选择安装的5.0 新建一个android project 就叫cardview 类伍吧 包名我们copy过来 这两个都选apr21 主题我们就选hololight吧 我们不要创建activity 不要创建启动图标 然后选中make this project as a library 让这个项目成为一个酷项目 被其他的项目所引用 然后把这个项目添加到messedu这个working sets里面 finish 再接下来我们要修改一下 androidmanifest.xml 我们把这部分没用的去掉 第八步我们要拷贝 刚才我们减压的文件夹中的values.xml 粘贴在项目中的values目录下 这个文件中的文件内容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中定义了cardview这个空间所支持的属性 一系列的属性 一系列的属性 还有样式 还有一些dimension 还有一些颜色 所以我们把这个文件拷贝到values这个文件夹下 第九步 我们要拷贝 解压后的文件夹中的cardview.xml 叫炸 粘贴在libs目录下 这个文件我们刚才把它重命名过了 之前是classes.xml 炸 拷贝 粘贴 这个就是cardview 对外提供了一个相当于是第三方的空间提供的炸包 拷贝过来之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炸文件添加到build path中 点右键 build path 添加到build path 这个文件就在references libraries下面有这样一个引用 第十一步 第十一步我们要配置java build path 在order and export这个选项卡中选中cardview.xml 好这样我们刚才建立的cardview.xml这个project就成为一个libraryproject 它可以被其他用的 它的android的applicationproject所引用 最后一步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project来引用上面的libraryproject 好我们建立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project 名字就叫cardview package的name我们叫com.mazedu.activity 所有的版本我都选最新的5.0版本 点进next next next finish 然后引用之前建立的libraryproject 在项目上点击右键properties 点android 然后添加add cardview-lab apply ok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 再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在cardview这个project中建立布局文件以及在activity中添加一些逻辑的实现就可以了 我们来修改一下布局文件 将relativelibraryproject换成cardview cardview cardview是在android的.support cd.v7 叫做了v7 4.v7 叫visit 叫 这个包里面 cardview 然后添加 CardView它所在的命名空间 XMRNSCardView Http Schemas.com APK IES Auto 它的宽度 根据刚才我们演示的视力程序的效果 我们可以给它设定一个固定的宽度 比如200dp 高度也是200dp 它的对提方式 我们让它在整个屏幕的中央 Android Layout Gravity Center 然后是设置CardView的一些属性 CardView常见的属性 有Card Corner Radius 也就是说这个卡片 它的这个边角的一个半径 刚才我们的运行效果 视力程序的运行效果 大家看到了 四个角上都是圆角 而且这个角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这个属性就是设置四个圆角的一个半径 另外一个常用的属性是CardBackground Color 也就是说这个卡片的背景颜色 那我们设置这两个属性 Android 不是安卓的了 不是安卓的了 我们是CardView 写好CardCornRadius 比如是20个DP 再设置一个属性 再设置一个属性 CardView CardBackground Color 等于 我们刚才看到了 Values.xml 那个文件里面 包含了 CardView这个空间的一些属性 还有Dimension 还有Color 我们就使用里面的一个Color 就叫CardView DarkBackground 然后这个CardView中 它只包含一个TagView 我们设置这个TagView的宽度和高度 都是MateParent 它的文本的对齐方式 我们让这个里面的文本 也是聚中 Gravity Center 里面的文本就是helloCardView 所以我们这个在 strength-mr里面定一个 字幅串CardView helloCardView 然后在布局文件中引用 我们还要把最外层的标签的结尾 也变成替换为CardView 这个文本的颜色 我们就使用一个系统颜色吧 Color 我们选一个蓝色 我们选一个蓝色 BlueDark Android 这个文本有一个设置一个字体的大小 15SP版 这样布局文件我们就定义好了 在Activity中我们只需要再引用这个布局文件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视力程序 看一下效果 好 这样就得到了我们最初看到的视力程序的运行效果 关于CardView的使用 大家还要注意一下 CardView这个类它是继承自firm layout的 因此在我们写布局文件的时候 就要注意在CardView中所包含的那些子标签的一个布局 我们打开布局文件看一下 你可以把CardView看作是一个firm layout 因此在你实现一些卡片的效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在它其中包含了一些子空间的布局 一定要符合firm layout的特性 至于各种各样的卡片效果 大家可以参考官方文档中关于卡片的设计规范 来满足实现你需求的卡片效果 本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